平寬在打的時候我覺得很棒 因為他的很多的段落都是有主題的 他的很多的idea我覺得都很好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緊張的關係 其實就會有一些小地方的失誤 比如說他在1位的時候可能會打偏 我覺得這個部分就會稍微可惜一點點 特別是這樣子這是一個比賽 旁邊的對手其實都蠻厲害的時候 這個就會讓他在比賽的過程當中 帶來一點劣勢 這樣比較可惜 但是我很喜歡他的呈現